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板 怎么了 下车去 跟你上两点事啊 等一下 我上个厕所去 上什么厕所啊 先跟你上两点事 什么事啊 你看你家的路那么难走 是吧 路那么难走很正常啊 要烧油多一点啊 一百块到不了你家的 哎呀 一百块已经给多你了老板 平时我做回去的话 都是二十块钱就可以了 不行啊 真的不行啊 我以后钱都赚不回来啊 一百块 你看又那么远 而且你又那么重 是吧 把我的简针这里都压到到底了 你看到没有 哎呀 我哪里重我的一百多斤 一百多斤还不重啊 平时我拉那些人都是八十多斤的 哪有这种效果 像你们拉的茉莉的 人家有人 人啊三四百斤也要拉 一百多斤也要拉 是不是 不是啊 那种人 那种客人 我看到我不拉的 哪有这种说法 肯定要挑客人啊 是吧 你意思说叫我加价 对啊 还要加价 两百块钱呢 你不去签啊 什么这不叫钱了 我就是实话实说真的烧油多啊 不然的话还有那么远的路 我都不想走了 要么你走路回去算了 哎呀 你叫我摩迪了 你要澄清经营才对啊 是不是 在这里就等于半路加价了 你叫黑摩迪啊 就不算坐地起价了 是吧 哎呀 我真的不想走了 不加的话我走不了 走不了 给你给你给你 刚才给了一百了 对啊 那我去广东啊 可以赚一点钱回来 不然的话 都不够你就要坑 哎呀 老板 说这种话就 见坏了是吧 其实我 对待客人都是很好服务的 你要诚信经营一点才对啊 像你这样 以后谁还敢坐你的车 是不是 我只觉得 每个人坐一次我的车了 你想一想 中国那么多人 是吧 一人坐一次我的车 我都发大财了 我还只要回头客啊 你意思说 你不想要回头客的啊 只想拉一次就可以了 一次就够了 就一次就相依啊 对啊 哎呀 哈哈 怎么突然的眼睛咬啊 来来来 突然你呢 哎呀 老板你家的路 太坡坡了 你看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那么久啊 哎呀 这路 摩迪的老都说了有点难找 难找啊 难找啊 拉马的啊 这个是谁啊 这个啊 这个是谁啊 对啊 没什么意思 没有 你也知道我们拉摩迪的单身 和你一个是吧 是想找个老婆 哦 我懂了 我懂了 是你卖吗 呃 是我卖 是你卖 你看老板 要不这样把板里面介绍给我啊 哦 我卖介绍给你 对啊 你真的是单身 你多大年纪啊 肯定了 我不要看我穿的老土 我还是 三十三岁 三十三岁 对啊 你孩子手还没摸过呢 说出来丢人了 是这样啊 对啊 想不到你还搞错一出啊 哈 你看 不要看我这样子 其实 你也见识过我的手段 赚钱那个手段 哈 是不是多别厉害啊 哈哈 我又说了也是 我能 只要你把你没嫁给我的话 我会 给得了他幸福的 不会亏待他吧 不会不会 你想想我的 你 倒了精灵 倒了精灵 对对对 像你这样 车买了没有 小车 有有有 其实这个我是 赚钱的工具而已 我知道 那房买了没有 有有有 我车房都买了 对啊 存款也有 你看 一天我就赚了那么多了 哎呦 好几千块钱了 一个客人你就扛了两三百 一天就拉十个就两三千 真的不错 肯定不错了 这样吧 等一下我跟我妹相量一下 哈哈哈哈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 不过等一下你要那个建设费 又给多一点 这个我都 这个 这个 没有有问题了 哦 只要你说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我怕等下你太令设了就 不好建设 其实我也是个大方的人 哦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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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么久 你好什么 老婆啊 干嘛 你个 充当一下我妹 干嘛要这样 因为那个黑莫迪啊 黑莫迪啊 是啊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 他不是找我价钱吗 半路加价啊 哎呦 这种啊 现在他以为 你是我妹 哦 我懂了我懂了 用美人的 他醉了 他就说 想让我介绍你给他 现在我们愿意出给他看 好 随意 你可以答应吗 哎 莫迪老 刚才我跟我麦香凉过了 他说愿意 愿意啊 是啊 哎呦 美女叫什么名字啊 哎呀我叫小方 哎呦 哎呦 有一首歌的是 这样子唱的 村里的有个姑娘叫小方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莫迪老我跟你说 我妹呢 以前也是在广东上面打工 在工厂里面上班 很老实的一个人 也从来没交过男朋友 这样的 也是王花大闺女 啊 王花大闺女 是我 这样最好了 满意吧 满意 啊 这样的话 那么你们 故乡加个联系方式吧 这个没有问题了 是不是 我来说 啊 那手机呢 手机没带啊 哎呦 放在家里面啊 果然是人如其名 哈哈哈哈 哇 这个头像越看越漂亮 不得了 刚才就说了 我介绍我妹给你 先要给一点这个介绍费吧 这个不是问题啊 哈哈 都给你 说就是在我后备西洋里面大法 这样好 那你先教了这个 扎了这个联系方式之后 你这心急也吃不了 又到负 是不是 慢慢相互了解一下 是不是 我懂我懂 有我这个大舅国帮你说点好话 很容易成的 这个 最好了 反正联系方式已经扎了 有不你们就互相了解啊 今天晚上我们去去烧烤怎么样 可以啊 我最喜欢吃烧烤了 喜欢吃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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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越看你越帅啊 哈哈 我也是这么觉得 哈哈哈哈 说归说 给一点见面里 见面里啊 哈哈哈哈 是真的 真的啊 肯定是真的啦 上钩了 哎呦 这个摩地有真的 哈哈哈哈 你看 随身鞋带啊 哎呀 这 哎呀 真的吗 跟你结婚那么多年 自己都没有给我买过 哈哈 是真的吗 真的吗 你们刚刚说什么 没有啊 说什么结婚啊 没有啊 我说 如果我跟你 如果觉得两情相约的话 就可以跟你结婚了 哎呀 这样最好了 哈哈 不是 是真的 要给我带 可能给我带 给你带 这种不适合你带 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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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不是问你啦 是不是 问你都见面里 给我卖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哎呀 这是大老爸来的哦 哎呀 其实我做这一行的 请赚钱 哈哈哈哈 那好啦就这样了吧 今天晚上见吗 哎呀 今天晚上就约定了啊 哈哈哈哈 到那个时候你跟他那个 电话联系嘛 好好好 那就要你先回去吧 是不是 今晚我打扮好 那时候我等你消息 啊 这样就好了 哈哈 那我回去 你在哪里拉我我老 哎不是我老公 我老哥 你在哪里拉我老哥的话 你你就在哪里等我啊 好好好 在车站那里啊 那你就在车站那里等我啊 好好好 我叫我老公 哎不是 我叫我老公 你叫我老公啊 哎 哈哈哈哈 叫我老公啊 这么直接啊 哎 那我就先回去 洗刷干净了 再过来找你啊 那时候我叫我老哥 送我去那里跟你会合 哈哈 我慢着慢着慢着 我得退下去了 哈哈哈 不见不散啊 哎呀 哎呀 这么厉害了 真的是坑人坑了那么多钱 这么多钱 不行啊 一定要报警抓这种人啊 抓 你还什么 把那个 那个微信啊 刚刚加那个啊 整个直接 是啊 等一下回去拉开 不单拉就是拉开啊 去派出所里面报警啊 抓他 报警啊 这些可能他也是不义之材 肯定是不义之材啊 你看 还有金项链那么多钱 难道他是震荡那么多来啊 不可能的 像我们遇到我们男孩子 可能就随便坑一点钱 加一点价 可能遇到女孩子 说他的错的话 肯定是 又结财又结束那种人 以后啊 看到那种人 我做都不做他的 所以说 不行 等一下一定要报警 嗯 要看看他这个 这个钱的来历 可能不明 充功 这些钱 先回去一下